大家好 多数花友去花卉市场买一些蟹爪兰回来养 都会犯一个错误 那就是给它换盆 因为蟹爪兰在开花这段时间 如果说我们动到它这个土壤的话 是很容易伤到它的根系 那么伤到它的根系就会影响到它生长 哪怕是我们没有动到它的土球 直接带土球栽种 也会影响到它的生长 因为换入新的土壤之后 蟹爪兰就开始长新根 那么这个新根长出来 就会消耗过度的养分 影响到花苞的养分 如果说我们买的是一些不带花苞的 那么我们随便怎么换盆都没有关系 像这种带花苞 如果我们觉得这个盆难看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的带盆 放到一个新的花盆里面 先不要动到它这个花盆 避免伤到它的根 也不需要给它加新的土壤 我们直接把这个旧花盆 一起放到新花盆里面去就可以了 这样可以提高它的观赏度 又不会影响到它的根系生长 所以这个就是最好的解决方法 如果说大家真的要换盆的话 尽可能的不要动到它的这个堵球 而且我们换的盆要换的小一点 不要换的太大 刚刚有这个土球那么大就可以了 土壤变少了 就不会让它这个根系生长的太快 不会消耗养分过度 同时我们买回来之后 最好是用这个杀菌药 带生猛心给它喷一喷这个根部 因为它到了一个新的环境之后 它很难适应新环境 它的抗病能力就会变弱 我们给它杀一下菌 减少蟹爪蓝 烂根或者是捷径脱落的一些问题发生 所以我们刚买回来的蟹爪蓝 大家尽可能的不要给它换盆 应该是给它用一点杀菌药 给它杀杀菌 让它在适应这个环境中 不会受到细菌的感染 那么这就是我们买回来的蟹爪蓝 该怎么正确处理 好了这一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 感谢